风光明媚的日月坛 坛面中央拉鲁岛四周 有环形草牌保护导体 从空中看 绿圈圈像是一枚玉石介质的纸环 映照湖面阳光相当美丽 不过最近纸环突然变形 原本完整的纸环出现缺口断裂 变成一个大逗号 为什么会这样 有民众拍到这张照片 疑似三四名SUP力奖玩家 进入拉鲁岛 但导体周围有草牌保护 他们怎么进去的 仔细看草牌出现一处缺口 他们很可能破坏草牌 进入拉鲁岛游玩 日月坛风景管理处勘查 发现草牌连接处断裂 不排除是立奖玩家 为了拍照越界破坏草牌 缺口会明天要开一点 立即就请上山去方寒修 他们就是把酷牌推开这样子 日管处在拉鲁岛周边 设立水域活动油气边界告示牌 避免立奖进入游艇航道 或台电水利发电出水口 可以玩立奖的水域 包括月坛和附近的北戴水域 一打造附近的磐石水域 还有招勿圣爱水域 至于拉鲁岛周边禁止进入 玩家或是业者 越区的话 依发展观光条例 第六四条出以 一万到五万的一个罚还 那如果是盈利事业的话 那我们可以出以五万到四五万的一个罚还 之前还有立奖业者 带游客划船去看九蛙叠像 甚至晚上划到湖面中央看烟火 这些都是围观行为 日管处今年取缔水域游戏活动 违规共有12件 他们呼吁玩家跟业者遵守规范 罚钱事小 要是跟游艇意外擦撞 后果不堪设想 或者讯黄嘴超一光周到详 南投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